声音行吗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声音关掉呢 要不要把那个下棋的声音关掉 在哪里关问题是 我也是不够 你这个人笑得不坏了 那是光 你把鞋子拿 气马局吧 搞个气马局 气马十三周 лин 搞个气 搞个气 乱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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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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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出來了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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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字吧 拼一拼 好像暗示在這裡 咦 在哪裡暗啊 是我這個電腦 手機好光啊 我這個電腦比較暗 我知道 電腦是怎樣搞呢 你想搞什麼啊 電腦好暗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電腦太暗了 這個棋應該咋下了 他也可以看得不清楚 這個棋得問許文章 許文章很厲害啊 這個氣馬局得問他才行 我不熟悉 好 噢 這個棋應該怎麼下 下 下一步红帮走G3平4 对吧 这棋我也不知道怎么下了 这棋子也不知道怎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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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用啊 先平均手术是正确的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先平均手术是正确的 终于直播了 没有时间了 最近一直在参加活动 一到晚上就出发参加活动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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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兵把这个锯引开 然后在平均抓吗 他跳吗 说的 那就打算的泡八瓶酒 或者泡八瓶酒 或者泡八瓶酒 那里 手术主播都过期了 为什么 吃就鞠吃还是冰吃 鞠吃也有可能 鞠吃也能够吃回一个字 如果冰吃的话 它的泡可以缩到下面去 那要不就鞠吃 就是它鞠吃冰 那我就吃掉它 吃 碧玉圆碑并列第四 第四第五吧 输给了赵欣欣 吃 用鞠吃还是冰吃 鞠吃它吃掉冲掉马五进三 我再泡巴退啊 也是可以 但是可能保育复杂的话用竹吃 竹吃它鞠吃平啊 我一平边泡它鞠说到下面去 也反而不美 鞠吃是吧 吃 今天评测不讲棋 吃 没时间贝壳 今天也是零食的 吃 刷一下我的泡去哪里 这里 平还是退 也很接近这个棋 也不见得有什么便宜 烧好一点巴 南北推抗赛啊太远了 北方太冷了 这个比赛 大家可能也不是特别重视吧 所以发现很多人没去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把炮抽回来 看看能不能有所纠缠 输给赵欣欣有点可惜 确实是 其实每个人输棋都是有原因的 都会可惜吧 但是下棋确实会有失误 不过 上市 我这个足呢 其实是应该往下冲 不是被他牵住 这个足也是 争取胜利的一个砝码 如果没有这个足的话 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一进局抓的意义在哪里呢 他希望我G9平7 他就马上进了 明白了 那我肯定不愿意这么走 我应该是把炮挪一挪 跳马抓我的G 我应该是G9平7吧 先把它顶住 马出边线 意义何为呢 应该是准备G2推2 那我就正常的出指 把这个马给走火 这个冰你不要指望能够白吃白喝 用像去吃 你G成他扑进来 另外一个可以平中炮 有两层意识 这个其实有可能和其 对完G之后 其实我也很难吃掉对方的冰 必须要白吃对方的冰才行 吃 吃 吃 南方队相当于一次老将的表演赛吧 也不能说是送人头 应该说是老将的表演赛 也让几位老将的 能够表现一下 看看现在状态怎么样 谢谢来一刻送的圣典飞船 感谢感谢 好久没播了 应该有20天左右 对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来啊 不需要交钱 如果你们送礼物我也很开心 我也会精神更加振作一些 假设你们不送也可以 铺进去希望有手攻势 但是呢我们请为马一进三 这个棋大概会做成 马炮兵对 所以 双马四向拳的棋呢 这个棋战线也是比较漫长 看得出红方的击破空 也是比较扎实 要想有所作为 也不容易啊 同志们 是的 因为前面有碧桂园被比赛 就耗掉了 一个星期 然后这几天我是陆续参加了几场活动 包括去中山大学 参加一个校友的论坛活动 因此几乎几步是时间 来讲起了 马对炮 对想求胜的黑方来说 肯定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 于是这个炮也只好躲开 但是躲什么地方呢 躲的话 他马五退四 我就平兵 这个棋呢 基本上是合起 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纠缠机会 黑帮把士撑到这个地方来 我把兵呢 或者成个底炮 他又把向飞飞 对方撑起羊角式是正确的走法 如果希望能够下好期的话 我觉得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 如果匆忙之间呢 是不可能下好的 现在倒是没有什么西场 随便走走吧 银川骑路得过几天或者下周 得准备一下主要算 得用半天的时间的贝壳 今天是完全没有贝壳 所以不能对不起观众 飞边向 要不要搞些闪击之类的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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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搞搞 等一下再炮9进6 炮9平8 炮8进1 这样强行打进去 是否有一些机会呢 但是只要红琴的防守得当 这些应该是没有用的 对向甲联赛 运缘杯都是第四 现在变成老四了 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用 真是吓唬一下对方 要不去吓唬一下 真的是没什么用 我也看不到有什么油水 随便走一步吧 干脆 谢谢 谢谢蓝伊克 送的超跑 以及正强 送的啤酒 这步骑就蛮好的 他下一步就准备 马三退移 非常好的一步骑 那我也没什么用了这样 要不就挂个中炮 玩一下 他又跳起来 我就干脆飞个像 看红琴怎么走吧 让他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打中师是可以 但是他不给机会 称师也非常老练 那我这时候第一感觉是把七路马去盘一盘 把马盘回来 基本核棋吧 下一下也可以啊 娱乐一下 核棋是基本上是核的 但是有时候也要适当的争取一下 这个兵如果走开的话就会越走越远了 就会越走越远 要不这样先保一保吧 看一下情况 下五分钟场 行 一会去下五分钟场 这个有点太慢了 谢谢智伟兄送的大炮 这个确实有一些慢 慢吞吞的感觉 这种骑模营对方是经常的事情 现在联赛的比较快的用适情况下呢 赢的可能性其实还不小 今年第四明年登顶 呵呵呵 借你的吉言吧 将军 退向有没有一些进攻的可能呢 感觉有一点松动 但是我的马也不敢走 走的话他就把兵吃掉 马六进五十六退右 跳马将出将 这样没啥用 这个竹呢还是得 保留 不保留的话 就没有 取胜的力量 这是 取胜的一个种子 不能随便丢掉 下起呢 最终是靠物质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靠空穴来风 那这个时候呢 黑方的应该是把马盘回 盘回来红旗出将 这样稍微好一点啊 有一点点的小机会 我出到这边来 这边也可以啊 我将一下马六进四 也没啥用 那就把炮缩一缩 或者 把相推一个 缩远一点 看看能不能 产生一些区别 缩远一点 把四退回去 我如果打掉它呢 它马二进四 哦 好奇 这步棋还是 挺老练的 这样我就没细唱了 一打它就跳出来 十分老练 可能我要换一种方式才行 没用 要不就合起算了 再走几步吧 谢谢姚绍红送的海洋之星 桌鸣长老将又回去了 看一下长期也行啊 反正大家闲着也是闲着 玩一下长期 也是可以 哎呀 我这个兵都差不多被他抓死 跳过来我如果打掉它也是何其 打掉它炮我推了马三退四 引诱他知识吧 引诱他知识吧 重新开始计算 看看他会不会接受这种诱惑 不接受诱惑 非常的沉稳了 死人了 我的兵已经到新疆去了被打到 马上就要去新疆了这样搞法 他马上退役的话真的兵得走一个足八瓶酒啊 能够勉强保存 碧桂圆杯的对局 你们可以看一下 金字头条吧 我今天也 讲了一下 然后呢 合起吧行 对手一说合起 我们不要勉励而为啊 下几番快起也行啊 快起在哪 反正 保卫个尺度吧 像这种长期啊 该合就合 该磨就磨 也没有规定说什么形式一定要合 什么形式一定要磨 运用之妙呢 存乎一新 任何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吧 快起可能会好玩一点 但是可能就讲不了那么多期了 只能以下为主 慢起呢 倒是可以 讲一讲 谢谢来一客 又送了闪电超跑 你太客气了啊 这个跳马 我怎么好像很陌生的这种走法 十分的陌生 是打掉它呢还是怎么走呢 我一时之间都不会走了 而且没什么时间 快点走起 我现在也会用软件 是可能没有人家用的那么好 软件基本上都是职业起手的标配了 现在 上次下的那个对升棚的足务进一 其实也是一部软件招 听说是网络大赛里面 一位高手下出来的 太尉 希望中 太尉先吃掉我的中兵 我现在也是太尉好像 用软件学起 是的 也有技巧 但是不能够太迷信 所有下的好的 其实除了用软件的辅助之外呢 自己的基本功 非常的重要 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知道 千万不要以为软件是包衣百病 如果水平不行 用软件的会造成一种错觉 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其实根本没有 下的蛮好呢 这个企业没什么优势 没有优势 差不多 我没有报名 参加蓬城被 最近确实也比较忙 再去下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好的状态 如果趁着碧玉圆被的东风去搞一搞 信许呢 还可以 可以闹一闹 随便进局去扰乱一下对方的阵性 我们引起啊 如果想引起的话 就需要主动出击 去骚扰对方 不要让对手的阵性呢 搞得很公平 在对手的正式呢 尚未布置妥当之际呢 你要去骚扰它 去影响它 浸泡我这里 也有一点不舒服 其实 这个泡被牵着马吃宗主 他马吃我的相 这步骑也下得不太好 其实 已经失先了 有一些失先 也没什么时间想 难道走炮八平一 哦 这样走 跳下去 上市 把G拿回来 炮八平五 吃冰马七进九 吃冰马七进九 还不敢随便吃足呢 这个棋 这个棋其实很不乐观 他妈平七我倒可以吃一下 他马七进九 我可以吃掉边左 吃 扒扒平七走的不太好 祈礼很重要 祈感也重要 锻炼祈 从中的去提炼你的祈礼 而不是先有祈礼 再去看祈感 这个次序其实是蛮重要的 跳下来 我这里怎么处理呢 我这里怎么处理呢 对 玩转签的人会觉得自己的水平很高 但其实都是虚幻啊 都是假的 吃 这种感觉是虚幻的 吃 也有可能合起 太位水平也不错 也是相当不错的 也是相当不错的 哇 这部戏比较狠的 维持他抓我 换个马位吧 将军 将军没关系 有没有马彩中式的棋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不忍论 不忍ей 哈哈哈 特别 真的 学期是如果有好多老师教,那自然是比较好的 喂,怎么啦 噢 噢 噢 到了 到了 好了 干嘛 可以慢慢下这个钱啊 是水平很高 大家读秒了,读秒是多少,你们知道吗 得走快一点,读秒15秒是吧 15秒 不走齐了 超时还是认输搞不清 下的还挺激烈的 再次谢谢莱依克的知识 杨坤 5分钟快起 还是比较刺激的 对手也不一定知道我是许盈川 所以他也不会故意让我吧 好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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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川确实是顺炮王 但现在他下顺炮就比较少 现在基本上很少人下顺炮 这其实踩下去呢 是炮了近的 我也不是特别懂 随便走一步 得有计算 来不及计算了 只要下着玩 下着快起 踩下去也行 他抓我就power瓶3 比较顺畅 这步骑太含炫了 不一定好气 不一定是好气 同志们 这个月比赛很多 轻松喜欢下斗裂跑 不喜欢下顺跑 这步骑下得好啊 G2进6 下得还是不错的 我这里搞了一个小陷阱 看看他会不会重套 重了陷阱 这里红方 下期有时候也是靠骗的 靠设置陷阱 当然这是小的技巧 大的技巧呢 就不是靠骗人 是靠下出真正的好奇 来击败对手 这个剧呢 壮丽牺牲了 刚才红旗的剧呢 不胜陷入重围啊 我最近已经深居检出了 不怎么参加比赛啊 最近要琢磨一下讲课事情 所以可能会当初一些比赛 刚才如果想报名学期 也可以扫码啊 在我的屏幕左侧 有一个二维码 这里是我线上线下的课程 如果在广州的话 如果不在广州 可以考虑进行线上 对这个军煤呢 倒也不是飞刀 只是设了一个小陷阱 但你如果一时不查 也就会直接输掉这盘旗 这样前面的旗丢了 另外一个旗在后面 这个旗基本上就 没有什么好下 一居二好像没有机会 一居二 有机会一居二 但是也不行 也不行 那个时候已经不行 当居吃足的时候 已经不好了 他一定要一居二 对居吃嘛 居六进我吃嘛 我打着他居三进去吃 这样还能走走啊 但是可能也不好 但一定要这么走 谢谢 谢谢芝芝送的海洋之心 蒋川也不算焕发第二春吧 蒋川现在的状态呢 是有起伏的 起伏比较大 那他本身是有实力的 他状态怎么样 似乎这几位冠军 每人都有一段时间是下得比较好的 所以不存在第二春第三春 其实 太尉 都是太尉 这位太尉呢 是一名厨师 我们的旗友呢 什么职业都有 这也蛮好玩 我刚才用了一个弃码局 有一点用啊 对我上次是对那个 王家下了一盘 顺炮局 现在王天忆的状态其实也差 也相当的不差 咦 这部棋我没见过 这部棋行不行呢 没见过 没见过 就是会有意外 泡8平7 还是走泡8平3 泡8平3 那倒不一定管用 他趁机居其平霸 这部棋 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马三退伍 凌空陷马呢 但应该也不现实吧 谢谢周庆兄送的大炮 我的养生方法 我没什么养生 最近我的生活节奏也不是特别好 睡得特别晚 吃掉我也没有选择了 他要将军的时候 确实不够 这里继续扫荡 那红旗基本上应该是不太成立的一个走法 少了一个子 虽然也还能走走 但毕竟是少了一个子 我也不着急打相 因为这时候 不需要去获得更大的优势 只需要把形势稳定下来 对黑方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 软件滥用 有一点伤害 他对艺术本身 对智慧的磨练本身 是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齐名也好 齐手也好 一定要认清各种的利弊 讲算这次主要不是靠软件 其实主要就是用功梳理的一些开具体系 其实每个骑手都在用软件 不存在说讲穿在用 别人没用 这位厨师其实下棋下的比较熟练 但是刚才的这个骑行 没有走好 那一步就走输了 总体来说这位厨师确实还是不错的 旗感是可以的 那我只好对掉 对掉还能走走 红方要走的话就要走炮四平了 还能够骚扰一下 那我则可以马六退八 把他前进的道路给封锁住 谢静确实比较少输起 他的下棋比较聪明 他下的是聪明起 很少输起 也很少选择一些吃亏的变化 这是他成功之处 我为什么要弃掉冰 是为了打开局面 当然不弃也可以 只是为了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显然我低估了对手 对手走得很坚决 我低估了对手 谢谢年哥送的闪电超跑 谢静总体来说胜率还是不错的 年哥啥时候要出来喝个酒 下盘好久没见面了 为了稳妥起见的可以把马收一收 不着急选择弃子 那这个时候可以扫荡对方的相 你多指之后呢 其实你是有 蕴藏的力量 虽然表面上受攻 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物质力量 就行了 那终会发挥你的优势 只要对方呢 没有特别强大的攻势 我相信呢 胜利始终属于多次的一方 王天一确实很少和气 他的棋很精彩 不管输赢 快以恩仇 远然一名江湖的绝顶杀手 这样我应该怎么将 我先将一下 观察一下 要不要走居棋平六 居棋平六的话 下跪跳进去 不知道红棋如何解围 谢庆很少输起 赢棋的胜率倒也还可以 该赢的时候也能赢 曹元磊下棋也是比较精彩的一位棋手 比较有创造力吧 看这些棋手下棋 我觉得不仅是看棋 也会对你的精神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你会感觉到精神会振奋一点 如果总是看现在太稳太稳 又是一盘和气的话 其实人呢 我觉得看了之后 就会觉得有点消沉 这也是绝杀呢 感觉是绝杀 郡时事他上帅 也还不是绝杀 那就把炮撕掉 还是怎么样呢 他这里有反杀我的气 把炮撕掉算了 我没看到绝杀的气 他这里不是杀气就行 我马其退六 可以把老帅的请回去 所以这里不要紧 不要紧 这里也可以把G甩到这边来 他G7平6 倒也还比较 也还比较顽强 把所有的子力都用上算了 这位厨师不知道烹调水平怎么样 但下棋无疑是比较顽强的 现在少了两个字 依然 兢兢业业的 接触在阵地上 丝毫没有气力的感觉 是的 天才确实在20岁之前 应该走出来 否则也很难继续走得更远 但是孟城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我感觉孟城也是20多岁才真正走出来 所以任何事情也不能够绝对化 现在有了软件之后 可以通过勤奋和努力来弥补 如果在网制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说难上加难 这招又是什么招呢 这个有点指东打西 轮胎哥 轮胎哥的棋指东打西 是的 孟城确实是勤奋学习的代表 也给后来者指出了一条名路 就是通过努力 其实是有可能成才的 千万不可以弃 走得很活 很活跃 轮胎哥的棋也是相当不错 到了太位 五分钟能够保持这样的速度 也真是现冠军以上的水平 我感觉 这部兵器进一道不是特别好 让出了竹林 黑方的右军有了比较好的一条线 王月飞应该没有特别厉害过 那跟孟城应该还是有一些距离 平炮我可以吃掉他吧 吃 我也不做他想直接吃掉 吃 吃 是的 只要我参加联赛的话 其实也是会练兵的 也是有可能战胜强大的对手 毕竟大家水平很接近 在软件的使用上 其实大家都是公平的 也不存在说 有些人就一定会用软件 有些人就一定会用软件 对赵欣欣 那盘琴的如果走对的确实能赢 但是在跨一期里面 也容易走错 嗯 这不起让我感到比较意外 我也不想了 凭第一杆去走起 鼠五镜也可以其实 但是想的太虚幻了那样 干脆不走起 等一等 软件检查有些比赛严格 有些比赛不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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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缩小包围圈 他给G5退3 这样我也未必能对付 退局对局吧 这位轮胎哥 那我就马踩马,他拘尺,我再踩进去,拘三退三 那我稳健的走法,在拘二进一,在拘二平八把他牵住 五,轮胎哥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他吃掉了 他平均一牵我就拘七平八,轮胎哥白白顺,是一个大字 哦,G5退三,我拘七进一,拘二进三 对,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对 G5退三,我就拘七进一 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 黑方只需要循序渐进 这可以 基本上赢下这盘起 大家不要总是拿 过往的前辈来说 其实也不太合适 七十多岁 跟二十多岁什么下 那 真的就太不公平了 我 将军 胡老师来直播啊 胡老师应该不会来吧 毕竟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是不是还得跟软件下上级 绝对不轻松啊 胡老师为什么不下棋 人也会有退役的时候吧 偷杀一步 这个 这个 太明显了 受吕青的影响 很正常 那个年代 吕青是非常出名的 非常非常出名 这位轮胎哥 也是 非常顽强 对前两天的比赛怎么看呢 能怎么看呢 我也不去现场 我觉得 也算正常吧 应该是结果正常 结果就是 双方 进击状态的一个 很好的体现 现在 到处都有杀起 警局 警局 吕帅 现在可不容易请得动啊 各位 你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现实 不是 不是说 每一位起手 都会来到这里 去进行直播的 太位 太位 点换桌就行 我习惯要退出了 换桌换不了 有时候不给换 谈笑间 强如 灰灰灰灰灰灭 孟凡 肯定是一个天才少年了 也不需要稳来评数了 女青的脾气其实还不错 胡思定早年杀 旅青比较多 但综合来说 未必有便宜 你们说是不是 搞个双方同行 也蛮有意思 综合是旅青 赢得多 也有可能 这个琴也不是特别好开展 对于红旗来说 双方同行 你要判明进贡的方向 也不是特别容易 谢谢 继续送出礼物 感谢感谢 感谢这位大郎 现在还不错 这位张刚 同行旗 也是有一定道理 红方也不容易开展 确实不容易 干脆就豁出去了 旅赛倒没有找我喝酒 他是事务繁满 怎么有时间 这个时候找我去吃宵夜呢 旗友们倒是有可能 如果你们约我去宵夜 我倒是要认真考虑一下 去不去 这个时候是否有突破的手段呢 炮打中向 在马踩边下 马踩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没有这种在所 试一试 有时候呢 要果断一点 做事情 吃 吃 他可以聚发镜啊 我倒不一定能捡到什么便宜 吃了一个像 还好 真的有人叫我出销业 那我得认真考虑一下 他居八青啊 真的有人叫我出销业 东方肯定要对去 也是有点便宜吧 也能够 装一点便宜 难道他看不到 G八青啊 这部棋 那就完蛋了 这部棋如果看不到的话 那战斗马上就结束了 真的看不到 那很可惜 很可惜 太位刘晓东 我对刘老师有赢这么多吗 不太可能吧 我觉得胜负参半吧 在我印象里 他故意给我两图词 我也只好遵照他的意图了 但这里还有G平四 就是有一点讨厌这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 反正刚才跳马上可以泡六进五 所以我点了两下 犹豫不决 合起比较多确实 点下来 我要把鞭炮开出来 我其实可以不管了 先把G开去 还是比较重要 这个叫做有大局关 有大局关 这容易引起 不容易输起 直接 沉到底线算了 旅青的会计 可不是一般的 是相当相当厉害 我没有后悔放弃 从政 放弃从政 就我个人来说 也是比较合适的 大家看到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比较随性 表面上下棋 比较严谨 但其实呢 也带有 较较随性 这个又是什么招 这个又是什么招 这个叫做反弓 叫做故宫炮 过宫炮 过宫炮也蛮厉害的 真的要出去了啊 跨速下完这盘 出去 抓死一个马 给不给 马车中主吧 在瓶中跑 吃个是没用 吃个是是虚幻的 没啥用 这是过靶 不足以动摇 黑旗的防线 虽然有个冰过来 也可以闹腾闹腾 但毕竟呢 找一个子 难存大气 下来不错 这位刘晓冬同学 现在真快啊 真有意思 多子一方的一旦攻势启动的话 少子一方就很难防守 这是一条铁律 所以多子一方表面受攻 但千万不要一味防守 适当的时候呢 组织点攻势 那马上风云突变 大家觉得是也不是 反正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比如现在 炮一散开 准备了停底炮 那么红旗马上 捉襟见肘 抓一下他G退役 那我这边抓一下 也可以 或者许许文章点到这里 上次跟许文章章下 给他一点 我觉得马上就不行了 这边再一点 左点右点 左点右点下部G2平4 十分恐怖 或G2平3 也足以取胜 下完这盘就跟大家说一声战别 明后天再见 因为真的是 有人请吃宵夜 各位 岂不误 快哉快哉 洪方洞察了我的 陷阱 赶紧 吃局守住 我趁机 再吃一马 大局可定 好吧 那就 来一刻 又送一个闪电操跑 真的还得再下一把 难道 算了吧 休息吧 谢谢 谢谢来一刻 来一刻是不是还要再下一把 你们觉得 象棋下来要非常好非常好才能谋省 真的 我也希望能够再下 但是 真的是有事情 象棋本身是一种游戏 但是 少部分人可以当事业 是吧 确实 大师已经45岁了 各位 一局才五分钟了 再来一局 算了吧 8点半 吃宵夜 今天真的要有人请吃宵夜 老年起手了 这位同志 认为我是老年起手 也可以 谢谢各位 今天晚上的陪伴 一个多小时 很快就过去了 希望明天或后天 不见不散 你们关注 关注了我 或者 进了粉丝群 那大概都知道我什么时候播 反正 这个月接下来的 一周我还会播四天 各位 请记住 还会播四天 宵夜确实不利于健康 但利于有益的开展 培训班也会做 现在 你们可以扫一下码 可以关心一下 支持一下 今天免费 如果我不讲课的话 应该 都会免费 好的 让蒋川去播 你们都转过去看蒋川 看看蒋特大最近的奇异 南北对抗赛 碧桂园杯的一些讲解 你们也去 参观 学习一下吧 你下一盘五分钟的 现在太晚了 不是太晚 现在出血 不好意思 等明后天再下 好吧 好的 做自己喜欢的事非常好 这位纸上藏身 我觉得您说的 就是人生的一个真谛 但是很多人确实也不容易做到 好 改天见 郑强兄 改天 你联系好我们的老师 然后呢 或者不联系也行 我没有流口水 行吧 就算我流口水吧 再见 谢谢来一课 又送了大号 怎么好意思走呢 好吧 再下一盘吧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再下一盘 真不好意思啊 人也是讲感情的 是吧 人敬你一尺 你则 须敬人一丈 这也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事的哲学 再来打吧 我跟他说一下 10分钟出发 行不行 哇这个是啥情况 小鱼同志 他在欺负我呢 没办法 人在江湖什么情况都会出现 来一刻兄呢真的不用太客气了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今天晚上您都要支持太大 本来是完全可以不花一分钱 但为什么 有其有愿意送礼物 我相信呢 这是一种情怀呀 一种情怀 我随便走啊 随便走啊 我还得告诉人家我晚一点出发啊 稍等一下 发个微信 发个微信 先把锯开出来啊 不着急就马上进市 马上进市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呢 中的埋伏 小鱼同志 这个炮呢 变成了盘中餐了 哎呀 这卫免太快了吧 可能得再下一盘 不然对不起观众啊 对不起观众啊 再来一把吧 不然有点不好意思啊 这盘等于说出功不出力 对不对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果断逃跑 也是明智之举啊 下棋确实可以民进退 知得失啊 吃 这一点像高居宝马 红方的这个接下来的动作是炮八退一 比炮一退一和退二要更加的灵动一些 左炮右移顺势呢 亮出左居 另外呢 在右翼呢又可以形成 优势的兵力 这位 旗友叫如兴 非常优雅的名字 好优雅的名字啊 吃 又吃掉我一个 还是比较贪吃的旗友呢 飘出去吧 飘出去吧 准备马斯进啊 马踏中原呢 他G9平7 我的计划是走G2退1 不知道这个计划 是否成立 各位也评判一下 这样我有望得子 得子的办法呢就是直接打掉他 然后呢 马斯进了 所以马三进四 跳到这个和红马位置之后呢 红方进攻的限度 就会比较多了 快级大概也如此吧 也不能要求太高 但毕竟寡不敌众 虽然多两个族 但是损失一个大字 这个损失未免太大太大 下快级其实也能体现一定的实力了 下快级其实也能体现一定的实力了 并不是说快级就是偶然 和碰运气 难道准备超时 还好 还能够继续战斗 那下一步呢就准备 居到近四 去抢占竹林 控制局面 将军 哦 这样我倒是不愿意 算起步怎么样才不会头晕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各位是否能够帮忙回答一下 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很高难度啊 不是一般人可以回答的 红方需要调整这个马位 大地上应该知道我这个马位会怎么调整吧 我希望走出马三进一 再马一推二 美女起手啊 不知道 知道也不能说 说了又会得罪人 是不是 等一下 那些漂亮的姑娘 觉得 有意见那怎么办 那也是影响团结呀 是 你们可以说啊 因为我是 像其界的其手 真的不敢随便说 其友们可以随便说 不用负责任 警局 我怎么说都会挨骂 就像就像你评价 谁的其好 谁的其差 也一样 也容易哀骂 人生总会有遗憾吧 也谢谢各位的关心 我确实也是 勉为其难了 现在下棋也是 维持一个局面 也很难下出特别好的棋 也很难下出特别好的棋 你们可以看一下 金字头条 我今天刚刚录制了一下 还没有播出去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 进行 进行碧桂圆碑的一些分析 以及其他精彩 其具的分析 你们关注一下 好吧 那就先下到这里 明后天 再见 感谢 各位企有 来一刻 连哥 芝芝 姚绍红 黄志伟 周庆 一刀清晨 湖北黄 郑强 等 企有 的支持 再见 吃宵夜曲